神仙是道教基本信仰道的形象化体现 因此道教历来十分重视神仙的构造 道教是一个多神教 有由道演化而来的尊神 有按照人间的秩序创造的天庭 并且吸收了佛教、地狱和海底世界的概念 创造了阎罗殿和水晶宫 再加上地方神仙系列 如四支公曹、山神、城隍、土地、造王等 还纳入了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八仙等散仙 并随时吸收地方百姓创造的任何神仙 以及崇拜的名人 如妈祖、官帝等等 所以道教的神仙系统非常庞杂 而且在不同的发展时期 先后出现了太平道、五斗米道、金丹派、上清派、领宝派等不同派别 南梁陶洪景撰写的《真灵畏叶图》 首次将道教多而杂乱的神仙进行了整理和编排 是中国道教史上最早、最系统的神仙谱系 他将七百多位神仙按照七个阶层 和左位、右位、散仙位、女仙位的布局 以图谱的形式一一列出 该谱系的神仙主要由先天真圣和后天仙真构成 分天上、人间、阴间三大体系 以玉清、上清、太极、太清、九关、洞天、太阴七节框架 设立了七个中位 每个中位一般设一个主神 又设左位、右位、女真位、地仙散位等 第一等级、最高神原始天尊 居住地是玉清 相传他在形成天地万事万物的自然元气之前出生 故称作原始 居于三界、四种明天、三清境之上的大罗天 是演化天地万物、神圣而又虚无的道的象征 在道教中是宇宙之主 最初叫盘古原始天王 经树节与太元玉女通气结晶 生天皇和西王墓 又说东王宫和九光元女西王墓 天皇生地皇、地皇生人皇 其后跑西及福西、神农皆苗一眼 原始天王盘古 后来逐渐演变成道教的最高尊神原始天尊 居于三清之首 左位由武陵七明混生高尚道君 东明高尚虚黄道君 西华高尚虚黄道君 北玄高尚虚黄道君 南珠高尚虚黄道君 玉清上元宫四道君 玉清中元宫子清六道君 玉清下元宫高清四元君 玉清中散位十一君 共二十九位 右位由紫虚高尚元皇道君 洞虚三元太明上皇道君 太宿高虚上级紫皇道君 虚名紫兰中元高尚亭皇道君 三元上玄老虚黄元臣君 三元四级上元虚黄元陵君 三元臣中黄景虚黄元台君 三元紫应灰神虚生真主元台君 玉玄太皇君 上皇道君 玉皇道君 清玄道君 上皇天帝 玉天太一君 太上虚皇道君 太上玉真宝皇道君 玄皇高真 太一玉君 高尚玉帝 共十九位 第二等节以大道君为首的 上清景诸神 左位 左上紫辰太威天帝道君 左上南极南岳真人 左先公太虚真人赤松子 左府后圣上载西域西极真人 总真君 王元等等 共三十位 右卫 右上金确帝陈后圣玄元道君 右府世帝陈陵五月私命 右臂同摆真人金庭公王君 右府小有洞天太素清虚真人 四四三元右宝公王君 右先公许君等 以下还有紫薇元陵白玉 龟台九陵太真元君 紫薇元君领上真私命 南岳魏夫人魏华存等一批女仙 八位男仙 三十位女仙 其中 左卫的太威东霞 扶桑丹陵大帝上道君 疑似后来的东华帝君 东王宫是男仙之首 右卫的紫薇元陵白玉龟台九陵太真元君 疑似西王墓 又称九陵太庙龟山金墓 金墓 是女仙之首 第三等级 以太极金确帝君李红 及太平真君为首的上清太极金确诸神 他俗姓李 曾下降到人间 当上了道教一大派别太平教的教主 原始天尊居住在玉京山中的宫殿 上宫驻原始天尊 中宫驻金确帝君 南北朝末年开始将金确帝君 与太上老君合为一身 左卫 太极左真人中央黄老君 以下有尹离 拱仲阳 拱右阳 安妻生 葛玄 孔子 颜回 皇帝 专须 帝库 姚 顺 宇 朝复 周穆王 许游等等 共五十余位 右卫 太极右真人西凉子文 以下有范明期 裴玄仁 张凤 庄子 老子 耿桑子 萧使等等 共三十余位 其中有不少传说中的历史人物 这种由人 鬼 神构成的神灵体系 反映了道教天地人合一的哲学思维模式 第四等阶以太清太上老君为首的太清静诸神 太清太上老君及太上老君 在此等阶中 老子的身份地位有所下降 东进中期之前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 把老子作为最高神 但是到了东进中后期 上清派和灵宝派信奉的主神位就发生了变化 老子的著作并没有涉及鬼神 把他信奉为最高神不足以信仁 所以从原先道教中的万神之主 下降为夏令万明的太清道主了 排列在他左右两边除了自然神灵以外 主要是一些方式 道士和传说中的仙人 左卫张道陵 鬼谷先生 张子房 赤松子 东方朔 韩忠 青乌公 宁峰等 共六十余位 右卫葛洪 鸾巴 徐福 三天玉女 弘牙先生 左慈 伯和等 共一百余位 第五等阶以九宫尚书张凤为首的朱天草仙官 张凤在第三等阶中 是列在太极金雀帝君李洪右边的太极仙侯 他是传说中的道教创始人 左卫 王瑶甫 郭四朝 苏门先生 孟德燃 李芳回等 共十九位 右卫 黄景华 郭绍金 张书尹 于尹章 赵广信等 共十九位 第六等阶以右近郎定陆真君毛固为首的朱卫帝仙 周毛君本是西汉人 相传他曾去毛山修道 后来得到升仙 居住在仙境华阳洞天 成为道教毛山派的创始人 排列在他左右两边的仙人 有些就是与毛山派有关的魏晋时代道士 如郑思远 鲍亮等 左卫 李峰 鲍亮 小毛君 朱焦福等十一位 即散仙 卢女生 王真 罗玉娜 思源等四十九人 右卫 乐常志 刘毅 淳于真 张元斌 刘坤 赵微博 唐工坊等二十一位 即散仙侯公 石生 赤须子 修阳公 刘根 崔文子 姬丘子等九十多位 第七等阶以丰都北英大帝为首的 殷曹地狱诸鬼官 把北英大帝纳入最后一等阶 昭示着行善去恶 乐生勿死的道家价值观 左卫秦始皇 周文王 魏武帝 汉高祖 吴礼扎 周武王 齐桓公 晋文公 汉光武 谢焦瑜 杜玉 李广 何燕 殷昊 刘备等五十多位 又为王敖 陶侃 蔡末 马荣 西剑 公孙杜 王放 蒋济 赵检子等六十多位 旗下还统领先官 掌管万千鬼兵 在桃鸿井真灵威业图的基础上 隋唐五代时期的神仙谱系确立了三清尊神的地位 北宋时形成了以三清以及玉皇大帝为首的四玉神仙体系的新格局 宋代以来的神仙体系可以概括为十个层次 最高层次是三清 四玉 第二层是诸大帝 如九天上帝 五陵五老天君 二十二天地等 第三层是日月星辰 如十一大昭真君 五斗星君 二十八星宿等 第四层是三观大帝 三元真君 四圣真君等 第五层是历代传经著名法师 如玄中大法师 灵宝三师 三天大法师等 第六层是雷宫 电幕 龙王 风波